第一步绕标签,先把这个标签放上去,然后这个夹,放进去夹紧,然后穿过第一根滚筒 拉长一点 然后穿到,从这中间插进去 拉长一点,然后再从这里穿过去,从下面过来 然后再拉回去 然后这里可以夹紧跟松开的,然后再从这里穿上去 然后这边可以拔出来,把被子收掉 然后再用这个夹紧 你要绕标签之后,这里压紧 然后这个也要压紧 然后这个也压紧 然后再 你要再 再调这个参数 这个手动 手动 方面 这个手动出标签 手动出标签 按住这个就可以出标签了 然后再把这个电源移到这个电口这里 移到这个电口这里 就调好这个露出的长度 有点调好 然后再把 开 再开自动 自动运行 就可以 就可以开了 然后这个是 这个是错误电源 错误电源 是 先停止 这个错误电源 这个绿色 数值 是 设定值 这个红色的是感应值 当它 当它样品 过来这里 它这个 红色的感应值 就会 就会大于这个绿色的 它就会有这个信号灯 就会亮起来 放 拿开这个它就会灭掉 然后这个绿色的设定值是按这个加号跟减号设定 按这个加号的数值就增加 按这个减号就数值减少 然后这个参数 参数的密码是8234 然后这个是计划生产量 可以设置的比 设置一个数 这个是 预长时间设定 这个是 贴标延时 这个是 停标延时 这个是 空车运行时间设定 这个是 出标签的速度 这个是手动出标签的速度 整个是 这位是 某成 ratman 然后按那个 吗 banco 警察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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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警察